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Y叔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盒肥嘟嘟的大虫子 来看 虫子就藏在里面 哇 又白又嫩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诱人 这些家伙会吐司结茧 然后躲在茧里 我们弄一条出来把玩把玩 终于下来了 有点凉凉的 痒痒的 感觉还不错 一边爬一边还在吐司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它吐的司 这家伙叫大辣米 也叫玉米虫 是一种蛾子 这是它的幼虫 喜欢在蜂巢内取食蜂蜡 破坏蜂巢结构 是蜜蜂的天敌 我们把虫子全部弄出来 等一下还要做个有趣的实验 现在找到技巧了 只要用镊子捅一下屁股 它就自动钻出来了 很快全部虫子都出来了 全部倒入手中 哇 冰冰的 软软的 好爽 怎么样 你要不要也来体验一下 现在研究发现 大辣米不光吃蜂蜡 还能吃塑料 那是不是可以用它来降解塑料呢 我们也来试试 这是从塑料袋上剪下来的两块塑料纸 我们把塑料纸放进去 大家猜猜看 大辣米最终能不能降解塑料呢 我们下期视频揭晓答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Y叔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介绍了这种肥嘟嘟的虫子 大辣米 据说它能降解塑料 所以我剪了两片塑料纸放进去 来验证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现在塑料纸已经放进去一个星期了 我们打开看看 它们到底能不能降解塑料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的天哪 好像真的在吃塑料纸 有没有看到 这塑料纸的边缘有啃石的痕迹 我们拿出来看看 里面还有黑色的虫子排泄物 这消化力太长了 可以看到 大辣米已经吐司 把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了 沾得很牢 小心点 别把它们捏疼了 看这张塑料纸 周围全使牙齿隐 中间还被啃出了几个洞 再来看第二张塑料纸 中间的洞更多更大 这还是仅仅过去了几天 如果时间更长 相信效果还要明显 这条虫子看出头 越越越湿的样子 是不是又饿了 普通的塑料 自然降解需要100到200年 如果用这种虫子 来降解塑料 哪怕花费一年 也比自然降解快上百倍 那么你们觉得用它们来降解塑料靠谱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我是外叔 你见过这么大的蝌蚪吗 真的好大 跟我的手对比一下 这长度得用10厘米了吧 放手里也是沉甸甸的有些分量 一开始在池塘发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条鱼 直到我看到了它的两条后腿 这明显就是蝌蚪啊 看它们的后腿 虽然很小 但已经能动了 喷一下就缩到下面去了 是不是有点可爱 这蝌蚪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排除变异之外 最可能的就是 它们是牛蛙的蝌蚪 本身就这么大 可能是从人工饲养的 牛蛙养殖仓里逃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两条腿 真就是一条鱼的样子 这样看是不是很像泥丘 还挺灵活的 力气还不小 不知道它们吃什么东西 喂点鱼粮吧 不知道吃不吃 还真的吃了 慢动作再看一遍 这一口还真不小 慢慢吃吧 鱼粮多的是 期待你们快快长大 变成牛蛙 我会不定时记录它们的变化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这两只大家伙把鱼粮全吃完了 排泄物搞得水质这么差 赶快换水 干净的水换好了 这只还在不停往外吐东西 是不是吃到什么脏东西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 我是歪叔 这是一只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水生昆虫 别看它在我手上爬起来比较迟钝 把它扔进水里 看 这游泳的姿势 你在岸上灵活多了 从它的长相就能看出 这是一只半赤木昆虫 俗称春象 事实上 它的名字叫父子春 那它为什么会叫父子春呢 来看这张图片 它背上这一坨看起来十分密恐的东西 其实是它的卵 父子春就是这么来的 事实上 背上有卵的父子春是雄性的 雌性父子春会把卵产在雄性父子春背上 然后迅速离开 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到了雄性父子春身上 真是一个负责的好奶爸 我养的这只父子春可能还没长大 别看它就这么一点点 这家伙可是个凶猛的猎手 钻吃水里的小虫子 甚至连小鱼小虾都不放过 看它这刺吸湿口气 能插入猎物体内把猎物吸干 我们把父子春放到显微镜下面来看看 这身上好多毛 刚刚都没发现 这些绒毛不但能隔绝水分 还能存储空气 让父子春在水下都能自由呼吸 这大毛腿 想必游泳的时候帮助非常大 这尖尖的刺吸湿口气 被遮上一口肯定很酸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给我点个赞吧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